海洋泡泡的畫法 海洋泡泡的畫法 海洋泡泡泡泡的畫法 大家好,我是妮口喵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很多人都在詢問的 海洋泡泡的畫法 雖然呢,冬天已經到了 很寒冷 但是呢,讓我們一起來海洋一下吧 先上Basscoat 然後照燈30秒的時間 然後 拿出那個 B608還有 B6077 隨意點綴在不同的區塊 不用全部填滿喔 像現在這樣子 選大概四到五個區塊 那拿出那個圓筆 在交接處的地方呢 輕輕拍打 這才有出那種 暈染的感覺就可以了 那記得 一邊拍打要記得隨時都要親筆喔 像現在這樣 拍完之後稍微把筆輕一下 那個暈出來的顏色才會比較漂亮喔 不會說都濁濁的 秘訣就是要 無時無刻的親筆喔 千萬不要忘記囉 那 暈染的時候要很有耐心 一直反覆的拍打 然後把本來的膠再往上推 然後把本來的膠再往上推 像現在這樣其實就運出 藍綠色的感覺喔 暈好之後呢 我們就照燈30秒 接著呢 我們要直接上Top Coal 不是這樣就完成囉 不要擔心 上Top Coal是為了讓待會的那個膠可以快速的暈開喔 有一定的花度在 所以記得一定要上Top Coal喔 那這時候可以取你的白色色膠跟充蛋膠 大約1比4 就是白色1充蛋膠4 然後做混合的動作 那記得呢 混合的時候 要像現在講 把所有的膠刮過去 就是 就好像你在揉麵團一樣 要不停反覆的 把你的膠給 均勻的和開喔 然後直接 把那個 和好的顏色上在我們指甲上面 輕輕薄刷 然後不要照燈喔 把筆清乾淨 然後 把Bass Coal放在那個 壓克力板上 用圓點棒呢 沾取你的Bass Coal直接點在甲面上喔 這是要出點點的感覺 然後 它會慢慢慢慢暈開 所以你不用很著急 說怎麼辦 沒有暈得很漂亮 就是你在 點其他的那個 區域的時候 它會 前面的那個點點 會慢慢慢慢的 擴散開來 不用緊張喔 那像現在這樣 把整個甲面給點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照燈 也是30秒的時間喔 那像有些人會說 它的泡泡沒有 很明顯 很明顯 那 偷吃布就是沾取 剛剛的那個色膠 在紋路上面 再做一點點加強喔 像現在這樣 輕輕描繪就可以了 那你的那個泡泡 就會很清楚囉 不過我覺得看起來很像 彩色的玉米就是了 也是很好看啦 那大家可以運用不同的底色 來做出那個 不一樣的感覺喔 全部瞄完之後 然後我們就照燈30秒 然後上TOPCO 再照燈30秒的時間 然後我們這次漂亮的海洋 就完成囉 另外一個我是加黃色色角 也是很漂亮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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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